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肯放下身段来迎合你 就是爱你的表现 在与你交往的过程中 他会有意无意向你开放自己的私人领域 希望你能懂他的暗示 渴望你来聊拨他 男人若是看不懂女人的这种暗示 可能会措施真爱 毕竟女人不可能总是主动 更不会一直等你 一般来说 女人向你开放三个私人领域 多半是对你动情了 这就是她渴望被你了拨的暗示 别后知后觉 一 向你敞开心扉 允许你进入她的情感世界 女人若是对你动情了 她就会渴望跟你谈心 允许你进入她的情感世界 他们只会对心动的男人敞开心扉 愿意跟你聊感情 聊爱情 甚至聊婚姻 女人想让你触碰这些话题 其实就是向你暗示 她想跟你在一起 希望两个人能走入未来 相反 对于没有好感的男人 女人基本上都会很有戒心 从来都不会让你窥探她的情感世界 如果她不喜欢你 你也没有机会去了解她 她会和你保持距离 不让你靠近她 只有女人真正动情了 才会开放自己的情感世界 让你对她有更深的了解 朋友小玉姑娘 和男朋友没有决定恋爱关系之前 她就是这样暗示她的 每次跟她在一起 她都会主动谈起有关爱情的话题 还问她对另一半有什么看法 如果男朋友说出了自己另一半的样子 她就会不经意间迎合她 很快就会把自己变成她心里期待的样子 比如 男朋友说希望找一个很温柔的女孩子 她要有长头发 喜欢看她穿裙子的样子 于是小玉姑娘后来便表现得特别温柔 还经常穿裙子 打扮得特别漂亮 其实小玉姑娘以前说话声音很大 也很少穿裙子 之所以有这种改变 都是因为男朋友喜欢 也因此男朋友最终察觉了她的变化 明白了她的心思 两个人很快就恋爱了 所以一个女人愿意跟你聊情感话题 允许你了解她的情感世界 还在你面前打扮成你喜欢的样子 这说明她真的对你动情了 千万别错过 二 对你特别信任 允许你进入她的私人地方 女人若是真心喜欢你 她对你就不会有太多的防备 而是对你特别信任 允许你进入她的私人地方 比如她经常独处的地方 她的闺蜜圈子 她的房间等等 这些地方都是一般人不会接触到的 她肯让你来 说明对你很有好感 渴望你追求她 和你交往时 她会故意制造机会 让你进入这种私人地方 不会介意你的任何举动 她的东西愿意跟你分享 还会给你很多特权 让你对她有更多的了解 女人动情以后 她的变化是很明显的 男人只要稍微细心就能发现 她放下矜持 放下戒备心理 无非是渴望跟你产生感情 所以男人跟女人相处 一定要读懂她的暗示 她让你随意进入她的私人领域 就是爱你最好的证明 如果你不懂她的心思 傻傻的什么表示都没有 也不主动追求她 她心里会很失望 为什么女人总说男人是个木头 就是很多男人都不懂女人的暗示 女人真正对你动情了 渴望跟你发展感情 她就会很着急 希望你早点明白她的心意 她会对你给出很明显的暗示 让你有机会接近她 若是你错过了 以后肯定会后悔 有时爱情是不能等的 一定要主动抓住机会 男人千万别后知后觉 三 不经意间触碰你 允许你进入她的身体范围 女人通常都会有一个警戒区 对于不喜欢的男人 他们会特别排斥 这时一旦你进入她的安全范围 就会引起她的警觉 从而拒绝你靠近她 不过当女人真正对你动情了 她就会放松警惕 主动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 甚至女人还会不经意触碰你 给你更加明确的暗示 允许你进入她的身体范围 你要知道 当女人不喜欢你时 你根本就不可能接近她的身体范围 可能还没有来到她身边 她就会躲开 只有真心想跟你交往的女人 才会让你接近她 哪怕产生肢体上的基础 她也不会介意 男人遇到这样的女人 就不要迟疑了 一定要把握机会 才能拥抱美好的爱情 在生活中 男人要细心一点 当你跟女人在一起时 要能察觉出她的暗示 这样才能顺利走入感情 女人向你开放这些私人领域 说明她是真心想跟你交往 男人千万别后知后觉 以免错失真爱 只要你大胆追求 对女人付出真心 相信她会欣然接受 和你共赴幸福的未来 男人在撩女人之前 还是要多做一些准备 避免盲目地去撩女人 这样有助于提高成功率 当你遇到喜欢的女人 想知道她能不能撩的时候 最好去验证一下 以此看她的反应 如果她没有明显拒绝 对你也没有不好的印象 对你的撩拨还给出了积极的回应 那么你就可以大胆去撩她 不用再担心会被她无情地拒绝了 相反 女人若是给出的反应是反感 或者表现出现在还不想恋爱的意思 你就不必去花时间 这样对双方都会有好处 当然 试探女人也不难 不用费太多的心思 最便捷的方式 就是用几个字的信息 去验证她的反应 她给你的回馈 就决定了你下一步的动作 男人有必要掌握好这个方法 一般来说 女人能不能撩 发三个字验证一下 大致就清楚了 一 想撩你 男人给女人发想撩你 往往是最直接的办法 当然 你不能太认真 而是要装着跟她开玩笑的方式 如果你很认真地对她说这种话 可能会让她感觉不自然 弄不好 还觉得你这种男人很轻浮 但是 当你找个适合的时机 用玩笑的方式来说这句话 她就不会有尴尬的感觉了 因为她也没有确定 你是不是真的想撩她 这时 她就算心里对你没好感 也不会表现出生气的样子 女人就是这样 在事实没有明确之前 她们不敢轻易表露心悸 以此保持女人的颜面 因此 当女人收到你这种玩笑话语以后 就会有两种状态 对于心里喜欢你的女人 她一般会暗示你 希望被你追求 渴望跟你发展 她的话语通常是 想撩可以呀 看你有没有本事 或者 本姑娘可不好撩 等等 一旦女人这样回复你 说明她不排斥你的撩拨 内心里就想跟你交往 与之相反的 是不想跟你谈感情的女人 就会对你的意图 委婉拒绝 她会回复你 感觉怪怪的 别说这种话了 或者 别多想了好吧 等等 女人这样回你 其实就是不想跟你交往的意思 希望你 不要再有这种想法 所以 男人用这三个字 去试探女人 基本上 可以达到清楚的答案 女人能不能撩 心里也就 很清楚了 二 约会吗 男人若是喜欢一个女人 还可以用这三个字 约会吗 去验证她的反应 这是比较简单高效的方法 当然 这种话 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你跟女人之间 是熟悉的关系 彼此都不陌生 如果对于初次见面 你就很想去聊播的女人 就不要说这种话 以免她对你 产生不好的印象 这时 你要先想办法 加个好友 再慢慢培养感情 消除彼此的陌生感 然后再用这几个字 去试探她 如果你跟女人的关系 比较熟悉了 问她约会吗 这时 她一定会给你回应 不管女人心里 喜不喜欢你 她都会向你 给出反馈 那种置之不理的女人 基本上是很少的 如果女人喜欢你 心里很想跟你深入交往 她就会回你 可以呀 或者跟你约会 有什么好处 这类话语 这时 你就可以大胆撩拨她 向她正式地 提出约会请求 一般她不会拒绝你 明确了女人 愿意跟你交往 你就要抓住机会 主动追求她 相信很快 就能收获 想要的爱情 反之 女人若是回复你 有毛病吧 或者 我们不合适 之类的话语 这就说明 她不想被你追求 不愿意跟你交往 对你并没有 喜欢的意思 那么你也就 不要去撩拨她了 以免她对你生气 甚至删除你 不再跟你来往 男人通过验证 了解女人的心思 对追求女人 是很有帮助的 也能避免浪费 彼此的时间 希望多多掌握 三 我陪你 男人想知道 女人的心思 还可以说到 我陪你 以此看她的反应 这种话比较暧昧 但也能体现 你的真心 往往能让女人 感受到你的诚意 当她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生活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等等 你不妨跟她 说这种话语 如果女人心里 对你也有好感 她会觉得你 很细心 是个很体贴的男人 心里瞬间 会感觉很温暖 这时她回你的信息 都是很积极的 也很开心 带有一丝安慰 和感激 这也说明 女人愿意被你撩拨 期待能和你 产生感情 她没有排斥 这种暧昧的话语 就是她给你的暗示 男人若是遇到 这样的女人 就不要错失机会 一定要大胆追求 对她更加主动 相反 如果女人 并不想跟你继续发展 她就不会给你暗示 还可能对你的暧昧 很生气 这时 她就会明确地告诉你 她不需要你赔 更不需要你的安慰 会跟你划清界限 当她的反应比较激动 明确拒绝你的暧昧时 她就已经把你排除了 男人看到了 她这种反应以后 就不要再去撩拨她 不要惹她生气 如果你继续纠 她可能会删除你 所以 男人想知道一个女人 能不能撩 不妨用这些话 去验证一下 从她的反应中 相信会有清楚的答案 撩女人之前 多换一些心思准备 会让你更加顺心 肯被你撩的女人 及时大胆追求就行了 而对于拒绝你的女人 也可以省时省力 省钱 避免盲目付出 爱莫生说 说到底 爱情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 在别人身上的反应 男人面对喜欢的女人 不妨用这三个字 去验证和试探一下 做到心理由底 感情的道路 才能更加顺利 当你的女人说 想撩你 约会吗 我陪你 她一定会给你反应 无论接不接受你的撩拨 都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结果 男人学会用这三个字 试探女人 从她的回馈 来决定要不要追求 这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不然 你盲目付出 到头来女人 根本就不想跟你在一起 你所有的付出 就白费了 实在不值得 希望男人 能学会观察女人的心思和反应 顺利聊到自己 喜欢的女人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